对的话就是常规赛开始前就是连胜嘛 就是状态也比较好 但是中间的话呢就是有一些起伏嘛 然后就是也输了两三场比赛嘛 然后到后面就是我们就是也在想就慢慢改正 就把我们那些做的不好的地方调整一下之类的 就是好好备战肌肉赛嘛 常规赛的话就是我觉得就有在就是练一些东西之类的嘛 就是也没有就是就倾尽全力那种感觉 但是我觉得继续赛的话就不仅就是要倾尽全力嘛 还有我觉得是心态也是特别重要的 我觉得继续赛打到现在最重要的应该说是我们五个人之间的配合和信任度跟英雄上选择的做得很好了 我觉得马上要对上威武的话 虽然说常规赛是一直以来的输给他们的 但是常规赛跟BO5不是一个游戏 然后赢下他们的点的话 我觉得就是还是那句话做好自己吧 就封锁到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内 但是DW上场使用这个梦魇打出了还是很好的一个效果 那这把如果永远这个点再打出来效果的话 可能就真的要改变一下BP的思路了 感觉得把中路放下来选 又是点燃 互相偷钱 站在兵线后面慢慢玩就行了 等兵线回推就可以 露露一级太强了呀 直接给治疗 硬拼 在那边的话露露的Q点也是减速到两个人 反正他感觉还是打不错啊 露露也是战争力很强 闪见我了 你看小龙宝这波直接来了 而且阿乐是没有任何事业的 又被撞起来了 感觉有点威啊 已经死了 是累啊 选个闪吧我觉得 小龙宝 哎呦 交闪也没用吧 呃 这个说实话 看一下谁交闪 造型交 阿山有想法 这波是多把常见的哦 战斗力很强 而且知道小龙宝这边没有闪现 直接一伤来打一套 但是离塔比较近啊 感觉只能抢拨石头 嗯 也追不了 小龙宝这边还反投你一下 小龙宝感觉脾气也挺大的哦 是 奥恩直言过来了 但奥恩这边的状态也不佳 手指直接反打奥恩 哎 猴子没影分身的呀 但是奥恩这边血量不太足啊 还是算了 那这波现实上 看能也不好杀 哎 这个一交完 看一下 无皮要不要冰爪跟上来 直接守这个影子 有机会 但是大大被挡住了 被打断了 也拿了 隆子妈在那边上路 还吃了一个肚神 互换一层 诶 隆子没闪的 这波有机会 感觉 诶 手上有个风 吹走 三段的Q还是没有办法 躲掉小龙宝这个闪现 直接拿下了隆子的人头 他在闪现直接大 转起来小龙宝 第二个大马上再转 再一个Q就能收掉 呦呦 选择了让奥恩去对 但这波想动阿乐有点难吧 除非阿乐把一交过来清兵 只要硬来 开大了隆子妈已经 有闪现的哦 阿乐 我把这个虚落 阿乐这里挺危险的 被禁锢到 应该没了 PP告子拿了这个人头 线上能打出优势 小龙宝跟Rookie两个人 作舍能力太强了 看这波 Rookie这边载到了 对面的一个机会 直接又是跟第一波就一样的剧情 对 感觉永恩这英雄换血 除非你影子离塔特别近哦 嗯 关情容易被这样针的 对 如果你影子交完之后 连打也在 你回来你就有点刀纵 基本必死了 对 其实感觉还是被扭掉 这个Q挺关系的 但是感觉这 这把右边龙魂也 下路 这个先锋感觉不好吃了 得走 想逮捕小龙宝 小龙宝这波挺危险的 被变形了 小龙宝还没好 小龙宝可成这个位置要死了 还没倒 这边还反打 可雪回了一口没死 帮名乱了起来 锁住了吗 锁住了 30滴血 来了 想动Rookie吗 有进化的Rookie Rookie有闪现啊 Rookie 有进力过来 大招先给自己 剩下还有一个秒板 还可以拖啊 有双招的进化减一下 感觉V5 看要不要接算了 哇 V5好冷静 只要Rookie没大 好像还是想来哦 但是来的话 后面来不及 直接掉了 LG拿到了先锋 感觉LG还竟想留的 Rookie没大 他还在这里拖 转起来 转到两个 那羊撞了一下 一行直接往后拉 哦 这波V5很聪明啊 是在这里拖着你 ADC拆中他 头子是吧 基本上线上没有摸到过对方的防御塔 哎 还用机想动 但是后面猫和造星已来了 三打二 黄乱一开还要留 错了 组云比这边直接卖他战了 但他战怎么办呢 被挂了个虚弱 他战的闪现 跑不掉了 跑不掉了呀 交TP过来是来对阿乐的 阿乐一起的一开 直接溜吧 阿乐感觉也只能溜啊 打不死人 这三个人太猛了 阿乐是懂的 呵呵 那你招这个GV干嘛呢 不是 你看一下ADC的装备差距啊 哎 要开洋了 直接撞谁撞阿乐 阿乐交闪现 那坎南京没闪了呀 战力很差 阿乐也是交闪现往后拉一下 交打假后往后拉一下 朱克打着给自己 他呢虽然GV的人很多 但是队友没有输出啊 阿乐这边垫下对方的前排 朱克里面被垫晕了 朱克里面是被秒掉 那好轮子发出太高了 配个猫咪 又打出两个闪现 哇 疯狂的找角度进场啊 反正每波都被V5的人找到 朱克里面是排掉了 后面那个绕后眼位 那这样的话 坎南是没有任何的眼位 能过去的 而且中路的兵线机围 来 读音币 哎 被开到了 这阿乐在这个位置在干嘛 直接被秒掉了 批批到了拿了大杀特杀 一个猫咪 而且赖在这边也没有什么 阿乐这把有一点梦有 这个位置被开到有点不应该啊 说实话 而且中路读音币被迫交一个大招 但是这个阳的角度还是撞到了 而且磨点中章 开出来 感觉要被控死了 跑不掉啊 诶 这边是过来还抢了个蓝buff 他的还有这个邪情雅致 但是自己能跑掉吗 小龙魂要捅了 有队友能掩护撤退 但是这个龙怎么办呀 打不了了呀 点龙魂啊 他的可能要神秘去抢一波了 我就放 对 放龙魂也是输 配合一下ADC的W 阿乐倒是有个TP 能不能等阿乐复活 阿乐撞了上来 这边往后拉 蓝蓝已经开大了 慢慢的跌大 有一个有TP吗 踢了 在左边 他已经撞了起来 奥是东西飞了 蓝蓝蓝没有输入空间 猴子被买的 蓝蓝蓝也倒了 那阿乐过来 已经结束了 想见过来 想见 有一个精神可以拖横 叫电子罗莫蒂克 拿了个900块 进去尽力了 这个位置被奥黏住 跑不了了 感觉这个位置 已经死了 就看奥舍不舍得交大了 要交 交 那没得跑了 还被减速 这时候还有个电龙魂 好难受啊 被电麻了 凯南死了 就要丢大龙了 那大龙直接可以动了呀 直接打好像 左边也不打 我给放了 算了算了 这把属于 纯纯被碾压了 我想让他 你去抢一下 但他这个位置会被发现 没有杨了 怎么办 杨歹猴 装一下甲猴 但是他呢 已经来不及了 三千血过不去 他在没有W 没有闪现的情况下 怎么办 自己都有点难跑了 很难受 再被顶起来 电龙魂再次触发 绿毛那边也被单了了 如可以在那边蹲了好久 草丛里的刺客 一打一怎么说 一打一没 就是在那一个 我敢你敢你 绿毛还真过来了 好能蹲啊他 软斧是这样的 是 就烈士局这个版本的软斧 太容易被抓了 如果真的能蹲 还很细节 他有东西被逮住了 有大招交不交 没有大招 已经交过了有闪现 那应该也是不交了吧 跑不了 跑不了太脆了 我守最后的萌芽了 海洋剧最后的机会 把他的 beginning election 可以 下去 最后仅仅剩下一个 永不良 海洋剧 对 太大了 dewinb换掉了一个冰女 最后v531分钟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